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听众朋友刚刚所收听的这首歌曲是李久泽所演唱的 最坏的最好 最坏的最好 非常浪漫对不对 我们今天超级美食家现场有开直播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 好好玩对不对 听众朋友如果现在有追上直播的话 会发现我们超级美食家今天已经变成了厨房了 我们现场邀请了这位贵宾 这位贵宾在之前我有介绍他的餐厅 他的餐厅名字叫做Divino 是我的天神学长带我去他的餐厅吃饭 因为他拿到了红虾的认证 前一阵子品游师Ellen Ellen有带我去认识这位漂亮又帅气的主厨 他其实很年轻 他有他自己的爱情故事 才会跑到台湾来 这个主厨的名字我用英文发音 因为用意大利会有 我其实不会 所以我用英文发音 他的名字叫做Erico Erico在我们节目现场 而且大家会发现他很妙 他手都没有停 因为今天Erico要来给大家上课 上的就是意大利手工面条的课 我先拍一个广角让大家看看今天现场的状况 有没有看到他已经在这里默默一个人 他是默默一个人已经做了这么多种手工意大利面 等一下会介绍这些手工意大利面的种类 他的名字还有他的形状 然后也会告诉大家这些意大利面的形状到底要搭配什么样的酱汁 你看Erico现在好专心 他其实刚刚一进来就非常专心的在捏面 然后Erico会从面粉开始 会从面粉开始 然后教大家要做两种面团 然后他连钢盆都带来了 两个钢盆都带来了 然后要给大家示范 示范自己在家里会怎么样做意大利面 他现在根本不管我 Ellen 因为呢 他就努力的把每一种意大利面的形状都做出来 他怎么传那么多东西 对啊 很好 好认真哦 Erico Erico到底要做几种呢 Erico How many pasta shapes are you making today? 1 2 3 4 5 5 6 7 We're going to do about 10 pasta shapes 10种 对所以今天一定要看直播 因为这个东西用文字啊 没办法抢啦 还有我们今天嘉一有给食谱 诶等一下我们今天嘉一有给食谱啊 因为我刚刚有跟听众朋友先提示 不是每一种意大利面条都可以搭配同样一种sauce 对等一下他也会讲解 他的形状关乎着这个sauce的浓跟蛋跟吸汁的一个程度 对不对 对 所以Erico已经自己默默 我本来讲说等Ellen来他来做给大家看 结果他全部都做完了 有没有看到 他等一下还会做吧 Are you going to show how to make later? 他还是会教大家哦 他做漂亮 the dough as well 确尔姐他会先从面团怎么做开始 然后他也会拿之前揉好的面团开始做各种的形状 好我们废话不多说 因为他今天要介绍十种 我好紧张哦 因为十种手工意大利面 还要搭配十种的酱汁吗 还是一个通格 so after we make the pasta shape are you going to suggest us what sauce is ideal for what shape so in Italy we have each pasta has its own region each city 每个意大利面 so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at and then each pasta has its own sauce as well 他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哪个面型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哪里 然后这个面型适合什么样的酱汁 好那我们开始就从面型开始好不好 我好紧张哦 so let's 等一下他介绍他自己的餐厅 divino divino 很好吃 我非常喜欢他的餐厅 我去过两次了 第一次是天神学长带我去 然后还有就是听众朋友 你们现在都还不知道食谱是什么 都已经写加一加一了 对要加一 对啊还没有 好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直接进入到 你知道因为我实在太猴急了 就比如说制作面团 他要从制作面团开始哦 要不要 还是你要怎样 按照他的顺序 好他先教一个那个 it's zero zero and the egg right 意大利面团有两种 一种是白面粉加鸡蛋 一种是杜兰小麦加水 哦所以等于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意大利面 尤其是干面的时候 有一种比较黄 有一种比较白 对不对 是这样讲吗 so there are two kind of doughs in Italy and when Yoyo say sometimes she find some doughs are more yellow some doughs are more white so this is why it's different so this one is a zero zero flower and then we have 现在他拿的是零零号 白面粉 然后再来是那个鸡蛋 所以他用的是白面粉 所以意大利面也有白面粉哦 s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yo heard that pasta can be made by a white flower so this is from Emilia Romagna this is the north part of Italy the easiest way to explain is in the south we were more poor right and then in so the pasta is made with flour and then water okay and then in the north 现在你看到的白面粉加鸡蛋 大部分都是北裔的面团 比如说 Ray了解你有去过Emilia Romagna 就是帕马摩典娜那一区 伯隆尼亚那一区 嗯 那那一区呢 比较有钱 而且那边也产白面粉 所以你会看到他面团的recipe就是 00号 00号就是磨两次的 好我们要进广告了 等一下直播没有听哦 直接进广告 因为呢 我们今天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现在今天一阵混乱 刚刚呢 enr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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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enrico的麦克风整个都歪掉 对不对 所以没听到声音哦 对啊 my voice is too loud 我按完 有刚刚刚有收到音吗 they want to adjust the position of the microphone 对啊 因为我发现刚刚那个logo是面对 Alan 我说诶怎么歪这么多 我吓一跳 对啊 听众朋友先等一下哈 有人讲说空中英语教室时间来了 对 大家赶快趁机会学英语 学英语很重要 而且学英语的食物哦 给我们的观众 there are about 500 people watching on the Facebook 哦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1 million people listening to the radio show so now they say it is also an English class 啊 啊 they want to learn English I'm a very bad teacher though yeah 他说他不是一个好的英文老师 我们其实趁广告的时间来问一下 enrico 你问一下他为什么来台湾 我其实知道一点点 Why Enrico you are in Taiwan Why you are staying in Taiwan um for love for love yeah but your wife is Italian No my wife is American so 他太太是美国人 we met in Italy 在意大利认识的 I think now your audition is gonna drop because the women so we have a wife 他说他讲到他的爱情故事 可能现在大家都会 不听了 就会记住 I don't want to watch anymore I have a life yeah let's change it no no continue 他说他不想讲了 怕大家那个 快要五百人 会整个人就断线 不想再听 我说不行 你还要继续讲 而且我知道他曾经来台湾的时候 是在一个很有名的意大利餐厅工作 对不对 so他讲到一半 他认识他太太是美国人 然后是在意大利认识的 and then we met there and then she got a job offer from 美国学校 因为他在台湾 他女朋友在美国学校 得到一个工作 and you came and then I came 所以他就跟着他来 and then I used to own a restaurant in Italy as well so I opened a restaurant here and then now we have two restaurants so it's Divino and Focuse 他跟女朋友来台湾之前 本来就在意大利有开一家餐厅了 然后所以他跟着女朋友来到台湾以后 就自己开 就是开 Divino 然后现在已经开再一家 所以他总共在台北京有两家餐厅 两家 Divino 他的菜很有特色 Alan之前有写在FB里面 我们会分享那篇文章 然后我也会把照片 因为我记得之前 Kevin 芳心学长带我去的时候 其实之前那次我就有分享这个文章 就我喜欢这个餐厅的氛围 而且我喜欢他做菜的方式 就他没有因为来到台湾 而改变了什么东西 他说非常温暖 而且他的第一家餐厅 是他自己亲手打造 你问他是不是 比如说那些 You built the first restaurant by yourself by myself All the cases of the vino And also the brick wall 那些砖头都是他自己弄的 好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丽诗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来给大家上的是 手工意大利面的课程 如果听众朋友要听更多这位主厨 Enrico 对不对 Enrico Enrico 你看 Alan已经会转折了 Enrico Enrico的故事 大家等一下 透过直播 我们在广告的时候会讲 可是因为今天他要介绍 10种手工意大利面 所以呢 时间很紧急 我们让Enrico继续 来 Let's make the dough All right So we're gonna start We need to make like a hole in the middle of the flour 有那个白色00号面粉 这是意大利的面粉 磨两次的 你上网去买00号面粉 是现场这一袋吗 这个是杜兰小麦 等一下再给大家看 00号面粉放在桌面 或者放在盆子里面 然后中间好像一个火山的口 对 然后他就在里面用手指 一直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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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他放在盆子里面 可是这里有比例吗 What is the recipe now? How many grams of zero zero? This is a very simple A lot of people They change They put more egg yolk 零零 零零来了 有的人会改变那个 recipe 因为有的人喜欢蛋比较多 But like the family recipe is always 100g of flour and one egg 那每个意大利家庭 都有一个固定的比例 就是100g的00号面粉 加一颗鸡蛋 And the egg should be red rosso You should choose the red egg yolk Right The very strong one 那你为了要让你的面团 有呈现那个金黄色 颜色要漂亮 所以你要买那个蛋黄是红色的 蛋黄的颜色比较深的那一种 不然你揉出来的面团还是白的 就不漂亮 I don't know Alan 我都以为意大利面 都是杜兰小麦粉 So you Before today YoYo always thought all the doughs of pasta are made by semolina So the semolina with the egg we use normally if you have a very strong machine to mix it 一般在家里做 会用00号面粉 比较好揉 像Enrico这样就很容易揉 那待会你看到他在揉杜兰小麦 杜兰小麦很硬 通常都是用机器 在做手工面的时候 才会用杜兰小麦 好 然后还有听过朋友 你们这样如果知道的话 下次去买这个超市 去买意大利面条的时候 就应该要看成分 对不对 不对 不对吗 不能看成的吗 and how about the dry pasta sell in the supermarket they are all made by semolina and water and water because if you have egg normally you need to keep the pasta in the fridge yes yes 呃你如果去那个超级市场买意大利面 只会买到杜兰小麦加水的 因为你有加蛋 你有杜兰小麦就是黄色啊 这个 这个是杜兰小麦 他反而比那个白面粉的 this is 呃 semolina 对不对 this one is semolina that one is ok sorry 呃这个是杜兰小麦揉出来的 也是黄的 杜兰小麦反而比较偏白 对那为什么白面粉加蛋布 会在超市看到 因为它需要冷藏 对不对 啊我们买的那个 dry pasta 干燥的一定会是用杜兰小麦 加水 因为它可以保存很久 它没有蛋 对啊因为我自己也曾经看过 就比如说是干燥的意大利面 在超市里面 有好多不一样的颜色 就是如果你仔细观 对不对 也有那种看起来好像 呃是比较偏 额黄 就现场这位助理穿的这个外套的颜色 对不对 now she now she as a question but it is not because of the recipe yeah when we see the dry pasta in the supermarket yeah some are more pale some are more yellow what why so it depends also the type of uh semolina you use you have the thicker semolina yes the granuluro okay and then you also have the re-marcinata yeah or the doughs yeah the bronze and the teflon yeah and the teflon right 那通头 他比较粗糙 他会把面体稍微 面的表面稍微刮一下 让他好吸酱汁 可是他的面表面就会白白的 那如果他是透过铁符龙头的话 他比较滑 他比较滑 对他比较滑 然后他的面就会比较亮亮的深色 哦原来 好啦听众朋友又反映说直播一直要断线 我已经全部再重新连线了 大家赶快跑回来 因为网路的状况不稳 我现在是吃 自己吃到饱 你知道这样子比较稳定 呃他其实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 好难念哦 他这样听到我叫他的名字 他已经昏了 没有他就偷笑而已 我可以看到这个 Irico 你看他已经在把这个面团 你知道揉揉揉揉起来了 对不对 有没有 好那这个面团好了 加蛋的面团哦 对 白面粉加鸡蛋 加红色蛋化 you start opening then 好 那 so you are going to make a pasta shape now 好那他现在已经揉好了 usually you have to rest normally we rest for 30 minutes with the clean film 要 因为他现在是节目的关系 所以他马上要赶成 不同的面型给大家看 那在家里的话 你要把面团休息30分钟 好就是这一团哦 他可以直接用这个做啊 就是这一团 对啊 他就可以直接用这一团啊 You want to make with this no we can try and then we just show the difference even when we cut because when he rest 他这个是要给大家看 他休息30分钟 跟没有休息30分钟 他好光滑 休息30分钟好光滑 没有休息的还可以看到有气孔 而且颜色不一样哦 所以你在家里要休息30分钟 在做各个 看好像黑糖滑头 嗯 对不对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还没有时间 等一下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他现在就要直接 好你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 啊 面团跌倒了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直播没有停哦 好热闹 因为其实今天很 很拮据啦 我们其实在现场 其实 Enrico好厉害 我们你看 我给大家看 我们的工作空间就知道 他们很厉害 我给大家看 Enrico 你看 Enrico 你看 很硬的口感 这一种面粉加鸡蛋的会比较适合我们台湾人 因为他吃起来就没有那个很硬的那个口感 有的人是不是会嫌意大利面太硬 那你就 怎么办那么 我还对于意大利面 你知道就比如说有白面粉 的这件事情 我到现在都还挺好的 有啦 北意是白面粉 然后南意是长杜然小麦 而且南意比较穷 所以不加鸡蛋 他刚才有说 如果你是喜欢吃硬硬的意大利面 然后又用白面粉做的话 那你最好是做好的那个白面粉的意大利面 不要马上下锅煮 你让它干燥两天 吃起来就会比较硬 中式的面条也会这样子哦 他本来是在 他来到台湾 然后是在一家意大利餐厅 叫La Piola上班 然后才自己开Divino 然后有网友在问Divino 在哪里Divino 在台北的那个什么 宁江夜市 什么宁夏夜 在通话街附近啊 就是在两个夜市那边 宁江跟通话夜市那边 任小姐 人家说你的英文 Enrico听起来很不舒服 算了 算了 没有 他在开玩笑的 不是我讲说不舒服就算了 没有 他们在开玩笑的 他说好不舒服哦 不是他女朋友 Enrico Enrico 不是要很甜蜜 Enrico Enrico 要很甜蜜地叫他 不能那么粗鲁啊 Some people complain the pronunciation of YoYo of your name Enrico Enrico They complain Enrico Enrico今年几岁啊 Enrico今年 How old are you this year? I am 27 27而已耶 才27而已耶 嗯 怀抱的梦想来到我们超级美食街啊 还有来到台湾 好来 我们要直接开始哦 因为他教大家 白面粉加鸡蛋的意大利面体 So out of this one we can already do 3 好那现在这个白面粉的那个面皮做好了 所以我们光是这个面皮就可以做出三个面型哦 还有就是白面粉的面皮 因为加了鸡蛋好黄哦 我反而不是白白的 这个面团跟做法 我们都会做食谱出来给大家索取 按加1 我们会寄给你 大家只要写上鸭1 鸭1 好来 好 撒上去 来 这个 撒手粉上去面皮 嗯 So we're gonna put the flour on both sides 两面都要撒面粉 撒那个手粉 一点点面粉 不是成熟的面粉 不是啦 手部的手 对 让手不会沾黏而已 然后现在要切了 We're gonna roll from both sides because it's fun 好那现在是两边 要这样卷起 这个怎么解释 呃 把比较尖的那边面皮先切掉 然后他要取一个完整的长方形 然后两边对卷 就是往中间卷起来 好像一个如意的形状这样子 好会形容 对啊 好 他就把它切 把边边不整齐的地方去掉 Mersmo 好 那现在我们 0.3 0.2 0.2的宽度 啊 这样子就是面条了 等一下他动作太快了 他挑起来做就是面条了 呃 呃 One more One more Can you show again because it's very fast 他好快哦 Tagliatelle 这个是细扁面 原来他们是这样切面条 This is like tagliatelle this is like tagliarine they say Then the tagliatelle would be about this size 然后你要叫他挑面慢一点哦 SLOWLY Slowly 因为这个跟我们 So that's why we roll it in that way 因为是我们共有困惑的 他现在正在切 然后用刀子弄起来 你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它刚才要卷两边 为什么它两边要做对秤式的如意卷 意思就是这样子啦 因为用刀子可以把它像杆子一样 直接挑起来 我们如果是中式的面条 就会把它折成扇子形 就前后前后前后 没有想到意大利人 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手法不一样 要用刀子 好 现在拿起来的叫 就是鸟巢面 那你把它卷成 你把它做好以后 卷成鸟巢干燥 所以它叫鸟巢面 原来卷起来就这么简单 所以现在我们砧板上 已经有三个面型了 一个是最小的叫 Taliatelini Taliatelini This is Taliatele And then this is Taliarin Taliarin This is from Piemonte This is what they eat with truffle This one is a truffle part 那个阿尔巴是产松露 对不对 所以这种细的细扁面 是搭松露 然后中间的这个细扁面 是那个Emilia Romagna 就是你去的帕马 波隆纳那边的 然后在右边 最初的这一个是 Papatele Papatele Where is Papatele from? I'm going to make it now So Pappatele We do it a lot in Toscani They do Pappatele We do Pappatele You have white boar in Taiwan What? Wild boar The pig that is wild They have in the south Wild pig Yeah wild pig 炖野猪肉 会跟宽扁面 一起吃 最宽的这一个 对 We already We got one time in the restaurant from Taiwan The wild pig We were ther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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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we You said that Yeah It is even bigger It is even bigger Yeah 2公分的厚度 You can't同样 It's even bigger You can't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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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even bigger Okay so what's the name of this? This is the Pappatele Papatele This is另外一个 宽扁面的尺寸 And then for us Everything make a little bit of sense So this Is a very soft Like very Delicate So very delicate pasta Also a delicate sauce You have the truffle And then this one It's a little thicker And then this they do With the porcini mushroom That that 1公分的 这一个宽度 它通常都会搭 那个 porcini 牛干菌 And then this one We make with the ragu With a normal 那一天你吃的 那个可以 跟那个肉酱 一起搭 就是野猪肉 对 在托斯卡 你会搭野猪肉 And then this one We do with the wild pig Because it's even thicker So it's more This is like a normal pig This is like a normal pig And then thi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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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this one Why it is ideal for wild pig The biggest one They just think that So this is more rustic It's big when you Even when you Because imagine When you roll with the fork You get like a big pasta So they want the meat To be very strong So they never want the pasta To b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sauce It needs to be the same level That is And then you eat 你吃酱跟吃面 You要有一个平衡 Let's not You不能像台湾 You很喜欢很多 酱麵很少 That's not Goal 那你可以想像 You can imagine 这个很寬的 宽扁面 You用叉子 You用叉子 You俩的时候 You是不是会一大口 很大口 What's that You那個酱 味道 要味道很浓烈 才会跟这个面 是平衡的 So要用野猪肉 味道才会够重 有听众朋友 留言说 他第一次看到 鸟朝面 我其实不是 第一次看到鸟巢面 可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卷鸟巢面 就直接这样子把它卷起来 对不对 而且大家其实在超市 也会看到干燥的鸟巢面 真的都这样一坨一坨 一球一球 好 这个是刚刚用00号的白面粉 加上鸡蛋 100公克的面粉 一颗鸡蛋的比例 接下来 好 银浴口要做什么呢 渡然小麦 听说这个很硬 你看渡然麦粉 这个在台湾都买不到 有啦 这个我们公司有进 这我公司的产品 欢迎买 00号我们公司没进 这两个都你都要在网路才买得到 因为都卖给餐厅的 好 一样教大家做面团的基本法 这一部分是同样的 但是 不然的鸡蛋 我们会拿到水 然后中间挖一个洞 然后里面不放鸡蛋了 就放一般的水 然后它的比例永远都是 水的比例是面粉的一半 水的比例 所以杜兰麦 这样子算会吸水吗 100克就加10克 它吸水性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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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个叫Dry Pasta 所以你做好以后 一定要把它干燥到完整 才可以去煮 我想要问一下 Enrico 好奇怪 它为什么揉面团 用一只手指在那边画来画去 好像小孩子在玩 Why before you make the dough you use your finger to do this So you wanted because normally we do this in the table So if you do this the water fall Right So you need to keep the circle 好为什么要画圈圈 你想像今天我们是用 休息一下广告 等一下来 继续翻 没关系 今天我们是用盆子 所以水不会乱流 那你可以想像 妈妈们或厨师们 在做这个手勾面 都会在一个大的板子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一个火山口 如果你没有用手这样画 让它的水分 一直被那个粉吸掉 是不是你如果直接这样这样这样 它水就会溃体 一直流出去 就等于是它用手指 这个是有道理的 因为它刚刚加蛋也是有 就是它用一根十指 在这边一直画圈 一直画圈 一直画圈 对不对 好好玩哦 然后有人说 不是要干燥的面 就是杜兰 不是小麦粉 小麦粉是新鲜 给大家看一下 新鲜即可吃的是加蛋 对 如果现在这是杜兰 杜兰的话就要干燥 有人问说 为什么一定用杜兰 一定要干燥呢 跟口感有关吗 为什么我们要干燥 的派生 当我们用的 杜兰 所以 你也可以吃 这样 但是 美丽的杜兰 是因为 你能干燥 所以 我们想干燥 然后 你吃 然后 就会干燥 更加燥 好 那个杜兰小麦的面呢 白面粉的面 我们要吃它软软的 像中国的面一样 那杜兰小麦的面 就是像你吃到 那种超市买的硬的 那个意大利面的口感 那 如果你杜兰小麦的面 做好了 马上要煮也OK 可是为了让你吃到 真的很硬 那种很硬的口感 你最好是干燥完 再去煮 会更硬 他讲说干燥两天 对不对 2 day for dry for 2 days the semolina even one day is good 一天 2 day 一天也可以 然后两天会更硬 哇 今天学好多东西 对呀 今天光是他挑面 The more you dry then longer time you need to cook 那你煮的时候 也要小心 如果你度然小麦的面 干燥越多天 你煮的时间 要越久 对不对 因为它会很硬 对不对 它水分不见了 所以你要煮更久 好 so for us in Italy the handmade pasta is like an art so even for example this type of pasta 有好多种类 在这边 this is from Puglia the very south of Italy 现在他手上拿的是 Puglia 那个意大利鞋跟的地方 那他说 他们意大利人 做意大利面 就感觉好像在 制作艺术品一样 对 and then you're gonna have like this grandmother that they go in the in the piazza in the yes and the talk and 然后你如果 搞不好你在电视或电影上看过 就是阿嬷们啊 会把面团啊 拿到广场啊 大家聚在一起 and they make this and then even in Italy which sorry 你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 王瑞瑶 现在的时间是11点40分59秒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 获得红虾肯定 在台北通话街附近的 Divino Divino餐厅的主厨 Enrico 我这样子念都好怪 对不对 人家说你念得很难听 Enrico 你念得很好了 有进步了 有进步了 我们会学习 来给大家示范10种手工意大利面 而且从面团开始认识 听众朋友今天获益良多 如果你们有追上这段直播 他现在呢 要给大家示范的是第二种面团 就是用杜兰小麦粉加水的面团 他说在南意呢 你常常会在路上看到在广场啊 或者是家里的那个门口啊 有些阿嬷聚在一起 然后就会做这种短的意大利面 而且都是手工哦 用杜兰小麦做的 我现在才知道 像这个啊 杜兰小麦做的这个意大利面 都要经过干燥 所以反而是这种很多造型的 其实就是杜兰麦 对不对 可以这样讲吗 很多造型 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造型有很多啊 鸟巢面就只有鸡蛋面啊 So usually the dough of the egg you make longer pasta long pasta 对不对 没有 其实是 鸡蛋的白面粉的面团 通常会出现是那个长面 你有没有发现 有啊 然后杜兰小麦加水的面团 通常会做成短面 短面 So the other difference is for the fresh pasta we use more of this and then for the semolina flower we gonna everything by hand ok那如果你是用白面粉加鸡蛋的面团 通常你需要擀面棍把它擀成面皮 或者是家里要有一个小小的制面鸡 那个很好用 制面鸡很好用哦 对那如果你是用杜兰小麦的面团 通常就用不到擀面棍跟制面鸡 直接就是用手一直去做出各种面型 现在有听众朋友问问题哦 听众朋友说面条要怎么干燥 要丢进微波乳里干燥嘛 还是要上烤 So they make the semolina pasta how can they dry the pasta put in where or how to dry you can leave it on the fridge open no cover but if it's not hot outside you can just cover something to don't have any mosquito 台湾 is humid So how do you dry in your restaurant we put it on the fridge ok 在意大利比较干燥 所以他们会放在那个太阳室外 因为台湾很潮湿 加上台湾又会有蚊子那个蒼蠅 那他们就是会放在冰箱 可是不盖起来 好 现在他要示范的是哪一种 What are you going to make what pasta are you going to make now we will start with cavatelli 现在要做的是 cavatelli 贝壳面要有工具 cavatelli So this is very fun also if you have like maybe some kids that are not in the school and then you just want them to do something this is very fun because it's easy to make the dough but then to make the pasta it takes hours so you want this kid they don't want to run just say ok you come here I have a lot of nephew 他说他们亲戚有很多小孩 这个是妈妈併鸣爱很好的工具 就是小孩放假啊 很吵啊 很无聊 炒你的时候 你可以做这个面团 然后让小孩玩 然后他帮你做了很多面 又可以消耗掉小孩 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不光是婆婆妈妈聚在一起啦 小孩也可以 它有一个工具哦 这个工具上面有一条一条一条 就直接刷上去 if you don't have this where you grate the cheese the cheese grater you can use that 家里一定不太会有这个东西 那你们家里如果有刷那个 炮起司的那个工具 也可以做出这样的纹路 来这上面就是一条一条的细纹 然后他用大拇指 把这个面团划过去 就变成贝壳了 它长得很像洗衣板 只是它是直的 直的洗衣板 对 可是很细很细的 可是问题是像这样子的手工面 短面也要干燥吗 so after the cavatelli is made we have to dry before we cook or we can cook immediately no you can cook and then if you cook immediately when it comes to surface then it's ready ok 好 如果你来不及等的话 你就现在做好 马上对 很想要吃的 很腰的啊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下去烫 然后这一种没有干燥过的 就是烫到它浮起来 就好了 but then it's not going to be softer yeah you're going to be like QQ QQQQQQ 如果你杜然小麦做的面 如果马上下去烫 吃起来会QQ的 就没有那一种 意大利面的 Al dente yah的口感 有人讲说寿司竹片也可以拿来用 对不对 Some people s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bamboo sheet for sushi? Oh yeah That one can also make 他也觉得那个可以 他也觉得寿司的那个可以 我下次去意大利我就知道要买什么东西回来了 去意大利我要买这个板子回来 Yoyo want to buy this Next time she travel to Italy 而且她那个板子是塑胶板 听众朋友其实很方便哦 而且大家也可以想象的到 就是一大堆人在这里做造型意大利面 This is like two fork So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make for the whole family 他说这个会买乎吃 因为你一般用叉子吃意大利面对不对 那你叉一下刚好一颗嘛 所以你会变成要做很多 一盘要好多颗所以要做很多 这个听起来很像我们的家庭在包水饺跟馄饨 就是会计较说 所以开始会弄很多起来 可是呢像这样子的一个螺旋体的意大利面 要配什么 sauce OK what sauce is ideal for cavatelli 这个叫贝壳面 贝壳面哦 So the cavatelli we like to use more this pasta we like to use with vegetables but also with tomato sauce because you see that inside it has a hole so you grab the sauce but it's like tomato with vegetables ok那个你会看到那个贝壳面呢 它就是你想像贝壳嘛 它中间有一个洞嘛 然后酱可以跑进去 所以它很适合蔬菜炒一炒 然后用番茄去炖的酱 哦还有它表面这一条一条的应该也会沾附酱汁 Also the tribes outside can catch the sauce too 它也会钻到里面去 对它会钻到里面 然后外面这个一条一条的也会带酱汁 If our friends that are watching us don't have this or don't have the cheese grater you can do straight with your hand 好那它现在给大家教的是 你没有寿司的那个 那个包寿司的帘子 或者是没有它手上的热板子 你也可以徒手做出贝壳面 只是没有外面的那个条状 休息一下待会来 直播没有听 哦原来这也叫贝壳面哦 对 等于是它这个是没有外面 可是它的形状相较 所以这不是猫耳朵 I would feel like pasta 对啊所以这不叫猫耳朵 this is not orecchiette 这也叫贝壳面 no so this one is we call it 两个贝壳面 so this is cabatelli and then this is cabatelli rigate 这个有纹路的叫 cabatelli rigate 就是有条纹的 然后手上拿的没有条纹的叫 cabatelli 就是贝壳面 那猫耳朵 can you make orecchiette 他现在教猫耳朵 猫耳朵还要翻过 so you put it and then you bring it to you 我们用刀子 然后把它刮一个贝壳状 然后再用手 把它做一个很像帽子 把它翻反面 然后像一个小帽子 这个才是猫耳朵 我以为这是贝壳 再看一次哦 听到没有 猫耳朵 用力压 然后再把它翻正回来 对不对 外翻 没有 就是翻到外翻 对吧 哦他这样做好立体哦 把粗糙的 被刀子稍微刮到的部分 变成在上面 嗯 这才是猫耳朵 翻回来 这才是猫耳朵 嗯 我觉得手工意大利面好吃 就是因为这样厚厚薄薄 嗯 呦呦 say why pasta fresca is delicious it's because some part is thin some part is thick right and then the beautiful of doing this there is no right and wrong because for us you see each one is different than another but we don't think this is bad for us it's like this is artisanal so each one has to be different Enrico说做手工面的好玩 就是没有谁是对谁是错 没丑 对然后有这一个长这样 另外一个长那样 可是你不能说这个是错的 这个是对的 嗯 原来如此 你看他用这个小刀来卷面哦 不一样哦 把它翻成一个像帽子状吧 嗯 它其实还蛮立体的 可是他们还有一种面 叫帽子面 又不是这样子 对 所以 我有看过有人用叉子 做手工意大利面啊 嗯 也是翻一个你知道 就是翻一个形状这样 叉子哦 就是那个这个地方哦 对啊 我有看过 呃 YoYo say she ever saw people making the pasta fresca with the fork this oh for to get this 啊 这个是贝壳 有条纹的贝壳面 可以用叉子做 or you can get like this and then you do the fork so you get it looks like this like this 对 like a gnocchi almost 嗯 然后 还有啦 那个做面疙瘩 也会用叉子 嗯 对不对 面疙瘩是不是也会有一条一条的 所以听众朋友 不要去意大利面馆 吃到手工意大利面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面疙瘩 嗯 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吃 用 他油叉子滚下去 好 来 so now 等一下等一下 稍多等一下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节目现场 邀请到的是 Devino的主厨 Irico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现场 手工意大利面 签成这一场 吃美食要长知识的是 Alan 菜 Alan呢 在Devino 吃到了很好吃的 手工意大利面 觉得应该要来 给大家上课 听众朋友 如果你没有追上 今天的直播 或者是追上 今天的节目 就知道 用两种经典的 意大利面团 来制作10种 不一样 我觉得已经超过10种 因为我们一直 出问题 对啊 来给大家示范 超过10种的 手工意大利面的 面型 然后呢 也顺便跟听众朋友 分享 这个面型 到底要搭配 什么酱汁才对 呃 现场 Enrico 继续做 手没有停 他现在做的是 猫耳朵 So what sauce is ideal for orechiette So orechiette is very famous in Italy to eat with broccoletti like a type of broccoli and sometimes they put sausage sometimes not but it's also a little spicy we put peperoncino because it is from puria yeah this is this one and then this one is both from 贝壳面跟那个 orechiette 那个 猫耳朵面 都是意大利 Pulia 斜根 那个地方 将来的面型 那那边的人会吃辣辣的 所以那个 貝壳 那个包耳朵面呢 适合你用那个 花椰菜 把它打成那个 酱 然后去煮这个 贝壳面 然后一定要加 一点点辣椒粉 因为 Pulia那边的人 吃辣辣的 好 现在有听众朋友留言 他说 看到 Enrico 这样子做 手工意大利面 他说 做一天都不够 一家人吃 是这样子吗 now some people leave message on Facebook in this way it's very difficult to satisfy all the family making pasta in this way you need to have many kids 所以你要生很多 小孩帮忙做 对啊 真的很夸张耶 真的 我觉得这个 就比如说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手工制作的过程 下次去意大利餐厅 点手工意大利面 不要抱怨 人家那盘 太小盘 不要抱怨 因为呢 都是用手工 这样慢慢慢慢 慢慢弄出来的 对不对 不一样 可是这个其实 我有看过 有机器的这个 应该是机器做的吧 机器做的跟手工做的 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or example the orequete the dry orequete sale in supermarket and the dry orequete made by handmade So that one is made by machine So if you look close to them all the orequete they will be the same shape 如果你在超市 买到包装的 这一种猫耳朵面 因为它是机器 做出来的 所以每一颗猫耳朵 长得一模一样 So for us the beautiful it's just like a piece of art you can print you can print something on the computer and get a million copy or you can buy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that painted and how about the texture 口感呢 口感呢 会有什么不一样 So they say that in each one of these you have y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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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 right because look you you do this and then you have to put your finger on the inside and turn it on your on your hand So this one this one going to have my print on it there's like the machine can never have that 看起来不一样 可是你会吃到 每一颗的口感 也不一样 这是手工面 的那个魅力 好 现在听众朋友 留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有人问 Enrico 会不会做 蝴蝶结 然后第二个问题 再问 手工制作的 这些 意大利面 它要怎么样 计算它 烹煮的时间 How do you calculate the timing of the boiling the handmade pasta So when it's fresh you can put them when it comes in the water and it's ready Yes But after it's dry you need to try because they are quite thick so sometimes pasta like this can take even 10-12 minutes 好 如果说你现在 刚做好的手工面 马上去煮的话 你就跟水饺一样 它浮起来就是好了 如果你干燥过的手工面 你去煮的话 一定要试吃 没有计算时间 用试吃 用牙齿去咬 对不对 OK One more question They want to see Fafale OK I'll just go do the trophy OK So this one is from Liguria 等一下它要 示范蝴蝶面 那示范蝴蝶面 之前 它要先做 特飞面 特飞面 我好喜欢特飞面 特飞面 特飞面在这里 对不对 这叫做特飞面 我好喜欢特飞面 OK She want to learn trophy So this one you're gonna you have to roll it like a at least the size of a pencil almost 我们要先把面 把它搓搓搓搓成 很像一个四季豆 很细的四季豆 更细 And then not flat you 然后斜斜的 And then you just 卷卷卷 特飞面是这样子的 特飞面也好会稀枝哦 好喜欢哦 而且老实讲 特飞面的口感很硬哦 特飞面 特飞面 This one In fact Trophier tastes 硬的 硬的 Oh yeah This one Though it look thin but tastes 硬 它虽然看起来很薄 可是被你这样卷卷卷 所以吃起来是硬的 没错 对呀 我好喜欢特飞面的口感哦 听众朋友 在台湾买得到特飞面嘛 如果找得到的话 要去试不一样的面型 Have you ever seen Trophier Dried Trophier in supermarket? It's very few right? Yeah In Taiwan very hard But in Italy we can find 在意大利很容易找到 可是在台湾 他也没有看过特飞面 当那个超级市场在卖 我就是在意大利买的 超级市场 那你就自己做咯 台湾买不到 自己做 口感好独特 So now we're gonna do one that is very fun as well 那再来是一个 很有趣的面型 为什么我觉得 他好像在做手工艺哦 不像在做面 This one we call You feel that you are like making art Not making pasta 对呀 不像是在做面的感觉 This one we call Fagiolini It means the green beans 好 这个Fagiolini 他写给我的时候 我没有看过 因为我是卖意大利面的 我没有看过这个名字 那我上网查 也查不出这个面 But it looks like a green bean 这个Fagiolini 你上Google去查 只会出现一大堆四季豆 所以我只能把它取名字 叫四季豆面 因为它长得像四季豆 可是它也像四季豆 它也像四季豆 里面把豆豆拿出来之后的样子 对对对就是豆夹 And this one for example This there is no machine that can make It's only handmade It looks like when you open the soy bean as well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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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the bean out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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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也是说像豆家 今天肚子好饿 没有煮任何东西 肚子饿得不得了 我也是 我们现在时间剩不到三十秒了 呃 For far For far 那个蝴蝶面 蝴蝶面 蝴蝶面 它拿了最宽的那个鸡蛋面 嗯 来教大家做蝴蝶面哦 希望时间来得及哦 呃 剩不到十秒了 不过我们直播没有停哦 我们一定要让它做完 才会结束直播 我们的时间到了 谢谢 来直播没有停 教蝴蝶面 蝴蝶面 诶 我错过了 Or we can even do smaller 三次 嗯 把那个面皮切成正方形 然后中间捏起来 啊 这么简单哦 对啊 蝴蝶面其实很简单啊 蝴蝶面这么简单哦 Or if they have the cutter That makes like a 好那你如果要做更可愛的蝴蝶面 你可以买那个 有一种切面刀 有那个 哦 有边缘的 那你做出来蝴蝶面 边边就会有一个波浪状 好那我想要问一下 Enrico 蝴蝶面会不会煮的时候 它就闪啦 嗯 Will 哦这个好可爱哦 Will farfalle open when you boil it 领结 No So you have to pinch Every time you close it You pinch right in the middle here 呃你一定要捏的时候 用力捏 它才会在滚水里面 不会被打开 So basically you With this finger 嗯 一定要用力 中间 中间一定要用力捏 然后稍微整形一下 把旁边稍微打开 让它蝴蝶结 更呈现出来 那这个一定 So you have this one must dry Yeah because then it open If you don't dry it will open 刚才也了解 问到说它在滚水里面 会不会打开 有两个重要的那个关键 第一个你压中间的时候 一定要用力压 第二个这个一定要干燥 哦 定型啦 自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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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要定型一天 才可以下去煮 这样煮起来的蝴蝶面 就不会打开了 你看它现在蝴蝶面 也可以做很小 也可以做很大 好我们来聊一下蝴蝶面跟特飞面所适合的酱汁 OK what sauce is ideal for trophy So trophy is famous for the pesto sauce Pesto OK Because it's from Genova Right 好 Trophy也是从 Genova来的 就是那个热内亚 就是普罗旺斯的隔壁 所以那边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清匠的来源 清匠的来源地 对 所以trophy也就是配清匠 所以特飞一定要清匠啦 对不对 因为它是清匠的发源地的面 好 下次我就知道了 And the farfalle Farfalle for us is like the type of pasta you take to the beach So we cook And then we make like a cold sauce Almost like a pasta salad OK So we would do like a little bit of mozzarella Cherry tomato, olive oil, basil But then you take to the beach Because it's already cold And then after you swim You already have your pasta OK So that's the pasta we do 它说蝴蝶面很适合做凉面 因为他们要去那个 夏天要去那个 海滩 就会带着蝴蝶面 那因为它是凉面 所以就是你把它烫好以后 你就是拌那个 Mozzarella cheese 然後新鲜的番茄 然後拌橄榄油 然後拌螺热叶 然後做成凉面 然後帶去海灘 安荷路 安荷路 It's close to Well it's on Dan Dan City District And it's very close to 新頤安荷MRT Station 什麼站? 新頤安荷站 新頤安荷站附近 我们会把他的店的FB的连结放进来啦 听众朋友就可以很轻松的看到 And we've been open there for three years now 然后他们正要庆祝三周年 And it's a very small restaurant Very cozy We don't try to be fancy We want to be family style But we're very busy So if you want to come Please make a reservation Because it's hard to get in 这家餐厅很小 然後比較家庭室 然後很溫馨 那他們的生意真的很不錯 所以你要來之前一定要定位 還有來到Divino 不能不喝酒 因為紅蝦餐廳 曾經給他一個酒瓶 對不對 我記得 是酒瓶嗎? 1 Gambero 1 Gambero The Gambero You got 1 Gambero We have 1 Gambero And then we also The year before We won as the best wine list in the city 他第一年是那個酒丹最完整 紅蝦評鑑 它是酒丹最完整的餐廳 然後第二年 他是拿到一蝦 一蝦代表是正統的家庭式 傳統式的餐廳 好 現在有聽到朋友說 去Divino吃飯 主廚會出來打招呼嗎? 你整個晚上都看到他 對 而且他會來幫你點菜 People ask If they go to Divino Will they see you? Yeah I'm everyday at Divino 都會看著他 他一下子在廚房 他的廚房也是開放式的 他一下子在廚房煮飯 一下子出來幫你點菜 一下子幫你上菜 所以整個都是他 還有聽眾朋友 你們會發現 我們的節目已經結束了 可是呢 Enrico的手都沒有停 好像那個 好像在義大利 就比如說大家這樣 聊天 在聊天 一邊聊天 然後一邊一邊 他就完成了這麼多 大家看到沒有 他就完成了那麼多義大利麵 完成了那麼多手工義大利麵 好啦 我們要跟他說再見了 可以要食譜喔 要食譜有人寫加一 加一 我們會傳食譜給你 你看他做一個大的 好大的一個 是什麼 大貝殼嗎 Yeah so this one This one is straccinati We just We just drag the pasta 他剛才講一個名 straccinati Yeah 就是把麵皮 然後把它滾 And then you see the difference This one You have the finger here 貓耳朵要外翻 然後這一個 straccinati 是不用翻 然後也比較大 And then this one Is very thick and very chewy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一個很厚 Straccinati很厚 所以會更有嚼勁 So normally for this We use like a sauce That is either like butter With some like rosemary Or sage 如果你做 straccinati 你就要更濃的醬 所以會用到奶油 Butter 還會用到迷迭香 所以其實是要看他吸附醬汁的能力 如果他很容易吸附味道就會很清淡 如果他今天很難吸附味道就會很濃重 對不對 好啦 我們要結束直播了 OK We end up In Rico Bye bye We end up Bye bye Thank you Taipei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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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一定要點酒 因為其實非常好吃 掰掰 謝謝Alan 好 再給大家看一下王任堯 嘿嘿嘿 掰掰 掰掰 我們等一下會把它全部都拍照拍好 然後也給大家看 給大家做紀錄 大家可以對照影片 謝謝 掰掰